会个猪眼那么慢 吃饭怎么不怠慢的 嗓门玩意儿 一会儿把柴火劈了去 玄灵儿嗡了一声 好像刚才打得不是她一般 玄苗儿站在门口 看着一切眼眶红了 玄瑞想要冲过去 被玄苗儿拉住 小声说 哥哥 我们今天是要接大姐的 不要把事情闹大 听见这边的声音 玄灵儿看过来 见到自己的弟弟妹妹 她的眼泪忍不住地往下落 手上未住的干瓢也掉在了地上 咱们进屋说几句话可以吗 有什么好说的 你大姐是我们张家的媳妇 当初你祖母可是收了我们二十两银子的 想要我们好好对她 先把银子拿回来 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 我祖母不是亲的 我和大姐感情好 所以一直想着办法接大姐回去 不知道张婆婆想要多少银子 才能让我大姐和离 就算是二十两 你们两个孩子能拿得出来吗 二十两能给我大姐换个和离书吗 玄灵儿看着玄苗儿手里的银子 眼泪像是断线的珠子 苗儿 你心里有大姐就行 这银子赶紧拿回去 弟弟以后娶媳妇 你也要嫁妆她 这银子不要浪费在我身上 大姐 你放心 哪怕吃糠喝粥 也要一家人在一起 玄灵儿用袖子擦了擦眼泪 对着张婆子说 婆婆 我弟弟妹妹不懂事 你别生气 我这就让他们回家 见张婆子犹豫着就知道有戏 玄灵儿在她耳边 用只有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 我这银子是被着我爹娘 卖了东西拿来的 你看我哥哥 也要到娶妻的年龄了 要是依着爹娘 这银子也未必拿得出来 咱们进去说吧 玄灵儿不知道 张婆子心里想的什么 但是只要进屋说 就是有希望 拉着玄灵儿 随着张婆子进了屋 进屋就看见了一脸病态 眼神狠毒的张喜子 躺在炕上看着他们 这个眼神 让玄灵儿身后一阵发凉 张婆婆 咱们说正事吧 张婆子叹了口气 看了看炕上那个儿子 喜子 这媳妇心不在你这 以后呀 娘跟你找个踏实跟着你的 你看行不 张喜子没有表态 也不看大家 把头扭过去 没有出声 张婆子知道 儿子默许了 这才开口 我们花了二十两 买回来的媳妇 供她吃穿一年 总不能二十两还回去呀 并且你们也知道 喜子这身子 再找媳妇 那也不好找了呀 二十五两 换一张和离书 我们家休期二十五两 要是和离三十两 你要是同意 立刻找李正组长 签和离书